上回說到我們成功登頂了Haston 看到了拔地而起的塞格拉風 下山後我們回到民宿準備晚餐 挪威是一個油美景美美食的地方 尤其在這種小鎮子裡 要想吃的好還便宜 只能自己動手做 誰讓老李是大廚呢 和中國晚餐 對 中國晚餐 把燈關鍵叫做中國午餐 切出來的一切一切 一切吃的還漂亮 來 指揮慶祝一下 慶祝登頂 現在Sania第一天 對 轉天又下雨了 這就是北歐的天氣 即使在夏天 陽光也是無比的珍貴 我和老李來過好多次北歐了 所以對這裡的天氣比較了解 總結出來就是不要太糾結天氣 出太陽最好 如果下雨也別太影響心情 陰天有陰天的美 下雨有下雨的意境 路上老李突然對我說 你看右邊的山 那是昨天我們爬過的 我一看還真是昨天看到的Sigla風 馬上讓它在路邊停車 那個尖尖的山就是昨天我們爬的那個 我們去看到那個Sigla 然後旁邊那個雪山峭壁 我們昨天就站在那兒 拍的照片拍的航拍 哇 這麼看這個圈還是挺有瑟瑟的 像一個犬崖 你一看這個就覺得特別自豪 對 你就是跟自然有聯繫的 沒告訴你嗎 如果你要沒有爬的話 這山就是山 但是你昨天爬過了 這個對你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對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對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哇 好漂亮 哇 這個才漂亮 自駕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停車拍照 只要注意觀察 挪威的路旁都是景 這種紫色的高高的花 在路邊隨處可見 我在網上查了一下 它的學名叫柳蘭 是挪威冰島等北歐國家常見的一種夏季植物 這裡的黄色的都是這個東西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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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的黃色就是這個東西 海藻 海藻 不够平静 我们就这样不急不虚的开着 感觉下雨并没有影响今天的行程 不知不觉 我们就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黄金厕所 这个山坡的厕所是多了 你要说北欧的设计 真是没得说 整天没设计下来 这么天气只能躲在家里 快到黄金厕所咯 这座名为黄金厕所的公共厕所 坐落于Airster Fjord的海滩 我觉得它之所以叫黄金厕所 不仅因为它是金色的 也因为它被以青山面朝大海 顶级的黄金地段 mapa 抱歉 我拍一个视频 行了行了 哇 还行 挺干净 还是 还是这种顶子 我净饿了 哇 还有饿水 啥都老了 而且这还有骨铅 骨铅打草铅 哇 太棒了 这边有好多人 好多人搭帐的好 正因为这里有黄金厕所 有热水还可以淋浴 所以很多背包客选择在这里的海滩露营 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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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虽然风大 但海面很平静 我想那些在这里露营的人 每天醒来就能面对这样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海滩 真是享受啊 从海滩出发 再开个十几分钟 就到了通根内西特 恶魔之牙 我继续往前走 找了个地方架起三脚架 开始拍岩石摄影 当时我一边架着相机拍岩石 一边飞无人机 故此失彼 也怪不得别人 好在相机没摔坏 无人机也在大风中安全降落了 在路上遇到了很多骑行者 虽然没有在意大利山区见到的多 但是也不少 能在挪威骑行的都是勇士 因为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 而且风大 身体和精神一定要过硬 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下去 我们开往今天最后一个景点 Bierks Bolton观景台 从观景台上可以远眺下面的 Bierks Fjord峡湾 XLANE 第三天一早 阳光明媚 我们今天就要离开三亚岛 开往乌夫敦了 趁着好天气 我飞起无人机 跟这个住了两天的小木屋告别 顺便航拍一下周围的景色 果冬般的海水 小巧的小渔岗 别致的小木屋 都清晰的呈现在眼前 不得不承认 阳光真的是 北欧风光最好的滤镜 我的心情也一扫 昨天摔镜头的阴霾 渐渐的好了起来 毕竟旅程还要继续 从森亚岛开往罗福敦 会经过Finsness 中文翻译是Finsness 是这里比较大的城市 有很多超市和加油站 还有一座很漂亮的挪威式拱桥 这一路要开好几个小时 为了不让老李太累 我们就走走停停 看风景不错就下车拍照 还路过了一个 已经废弃的矿石博物馆 里面所有的小木屋 屋顶都是长草的 非常的可爱 我本来订的旅馆在Bougain这个地方 等开到的时候 发现周围没什么特别的景色 在这里住一晚实在是有点不值 于是我们决定把这个旅馆退了 再开两个小时到斯沃尔维尔 那里也是我们2019年 来卢福敦的第一站 那里的景色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我坐在车上用了十分钟退定 再用十分钟搞定了斯沃尔维尔的住宿 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无比的正确 因为进入斯沃尔维尔后 路边的景色马上不一样了 没有了森亚岛的粗犷 变得更加精致秀美 加马洛尔维尔究文 ão 一